但今天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有立委這樣說 說藥價差 其實這個是醫院 正常收入的一部分 是用來改善醫院的器材 以及勞動條件 所以外界無需視為洪水猛壽 意思就是說 檢方追查這個 其實沒什麼道理 這種說法合理嗎 其實在過去醫界以來 都會認為說 所謂的以藥養醫 也就是說過去醫界總是會抱怨說 健保署給的所謂的診察費 看一次病才200塊300塊 都不如去剪頭髮的價錢 所以說他們抱怨 這個診察費太低 所以說就從這個藥價裡面 去摩取合理的 對 等於是來補他們的差 認為說補他們成本的不足 所以說這種以藥養醫的習慣 其實長久以來 在我們台灣確實是如此 是 我們看到這個藥價調整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這個調整就是說 其實在所謂的藥價黑洞 或者說要解決藥價差的問題 健保署在過去七 八年以來 其實他幾乎每兩年 就做一次藥價調查 那藥價調查結果 他就根據說 你醫院的禁價是多少 藥廠給醫院的 提供的價錢是多少 他進行這個藥價調查以後 然後再根據他的市場行情 進行藥價調整 那藥價調整 他每年有的時候 每兩年調一次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降個 50億到80億之間 所以說我們從過去這幾年來發現說 這幾年都是有這樣的 他會調整藥價 譬如說本來核價的是10塊錢 後來把它核價變成9塊錢 所以有可能會節省的金額 從50幾億到80幾億之多 這麼多 但是最近我們也知道 台大醫師柯文哲 就是因為在醫院裡面的帳戶 被人懷疑 我們可不可以說 是不是醫院裡面有很多這種 像您剛才提到 挖東牆來補西牆 做這種挪用的過程 是不是只要沒有進到私人口袋 就叫合法 其實在醫院裡面 我覺得醫療儀器廠商或者說藥商 為了要跟醫院走得很近 希望他多開 對 希望多開我家藥廠的藥 或者說多用我們家的儀器 所以說彼此互惠 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問題就是說 他們在醫院在招標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會想到說 這一家藥廠跟我們平常關係非常好 然後就特別給他比較好的優惠 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看醫師的良心 怎麼樣開藥 是啊